接下来呢 芝加哥时报的主编兼资深媒体人李祝华 将在美南新闻联播中带来最新的新闻观点评论 带您从美国去看天下 今天李祝华的观点将探讨 史东被判刑 司法被绑架 川普总统的密友罗杰·史登 因向国会做伪证与违反司法正义等七项罪名 被联邦法院判刑40个月 并罚款2万美元 为宣腾一时的总统和司法部长 关涉案情做了判决 由于判刑比原来检察官提出的 七到九年刑期减少了一半 充分显示出政治干涉了司法 让我们来看下面的评论 川普在史东案判决前后 多次宣称司法不公 讽刺的是 这个不公其实是因为他的严刑所造成的 川普上任以来一再挑衅司法体系 他习惯对于个别案件表达自己的意见 以企图改变法官的判决 并建立一个奖励自己的朋友 以及惩罚自己的敌人的司法体系 这对司法独立造成严重的威胁 这次史东案 川普注目甚多 由于史东是川普帮核心成员 曾为他强力助选 更在特别检察官穆勒 对川普通俄门调查中做了伪证 以护卫川普 所以当史东被起诉后 川普就投桃报李 公开批评司法不公 还说史东应该免罪 荒谬的是 司法部长威廉·巴尔 竟然呼应川普撤回了当初较重的量刑 因而引起轩然大波 导致今办该案的四名检察官 集体辞职抗议 随后巴尔又因为无法阻止川普 一再利用推特来攻击联邦法官 以及干涉案情 连他自己也表达了词意 让川普很难看 现在虽然巴尔已改口 语气缓和了许多 但显然已经与川普行声芥蒂 对照先前川普对待白宫高官的例子 巴尔的去职只是早晚的问题 以及是自己辞退 还是被逼退而已 看来阻止和解决美国司法乱象的根本之道 就是11月的大选了 选民们唯有依靠手中的选票 来选出一位清明的总统 才可以推行政治伦理和维护司法的独立自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